更多有声读 请在微信 LVNC1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败家子 第367章 真好 来都来了嘛 这是方启帆最大的理由 其实他都不担心陛下因此而大怒 洪志皇帝出了明的好脾气 这一点从明实录里 大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以至于在洪志朝 积攒许多作死的人 各种花样作死 没死成 等到诸侯赵 还有诸侯赵那个坑爹的堂弟 诸侯聪登记之后 他将他们一过端了 也算是死得其所 此时洪志皇帝皱眉说 女眷也要去采摘了 方启帆带着甚为天真浪漫的笑容说 臣反正听太子殿下说 陛下是来体验民间疾苦的 在民间女眷极有吃闲饭的道理 反正是听太子殿下说的 洪志皇帝便看向诸侯赵 诸侯赵有点懵 他有说过吗 就算说过和这有关系吗 有吗 诸侯赵迟出想说点啥 父皇 一旁的张皇后却奄然笑了 诸侯赵是孩子 孩子不懂事信口胡说 方启帆也是孩子 太子说啥他当真 真是实心眼 还有什么可说的 此时作为母亲 此当是要为自己儿子解围的 于是张皇后温和的说道 陛下 既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一切就依着她的规矩来吧 何况陛下为了让宫中 给天下人做表率 臣妾和秀荣不也在宫中 纺织和缝补衣物吗 在宫里可以 来了这里又有何不可能 朱秀荣小心翼翼地看着方启帆 颇为方启帆担心呢 他觉得方启帆确实是个很有风骨的人 可就算在他这个万万人之上的父皇面前 也如此坚持 只是踩沾什么来着 他倒是有些担心 不是怕脏怕累 而是怕倒是被人笑话 更不想在某人眼前丢脸了 毕竟她是一个长居深宫的公主 对这些事情是半点都不懂的 有了张皇后的劝说 红之皇帝自是应允了方启帆的安排 西山蔬果暖棚里种植各种蔬果 有西瓜 有萝卜 有葱 自然也有红薯 还有梅子 这里各种蔬果 所需条件都不同 所适合的土壤 所需的温度各有天秋 因而 这里一个个暖棚 模拟各种气候 花费极大的功夫 都是张信带着人 通过无数次调节 慢慢地磨作出来的 有人拿来钓杆 胡道 谁要去钓鱼啊 我 我去 十几个脸皮厚的半家大臣 争先恐后的 不过一般年轻的官员脸皮薄一些 而如刘健这般的 却总持身份 总不好跟人去抢啊 于是乎 这十几个脸皮厚的 大抵属于官场中的老油条们 便美滋滋地得了钓杆 跑到远处的湖里钓鱼去了 事后有人反应过来 心中不由叫苦啊 钓鱼多好啊 坐在舟上安静地垂吊 看着远方的雪景 看着淋淋的湖水 剩下的便都去采摘蔬果去了 有的人还不得不去地里刨土豆去了 这采摘梅子之类是好事 轮不到这些大臣 那是张皇后和朱秀荣包揽的事情 刘剑开始蹲在地上 跟着皇帝陛下爬在地里 灰毒土脸地刨着土豆 慢慢地覆盖一层泥土 以免感慨 一大把年纪了 还来这里体验民间疾苦 民间到老夫这个年纪的 也不至于在地里刨石吧 这个放弃烦呢 细细一想 自己儿子因他立了功劳 想来很快就会回京 算了 这家伙总算也做了一件好事 懒得说他了 陛下 要不你歇歇 刘剑不游说 这等事 还是让咱们这些臣子来做吧 这像什么话呀 红之皇帝对刨土豆有些心得 看着一群老臣爬在地上 一个一个滑稽的样子 有些可笑 他心情却是大好 便笑着说 君臣同乐 哪里有朕在一旁看着的道理 何况你们年岁这样大 尚且劳作 朕岂可 甘居忍耗 另一边有人哀嚎了一声 哎呦呦呦 腰断了腰断了 哎呦我的老腰啊 哎呦我的腰啊 哎呀呀呀呀呀 叫唤的人是沈文 有人连忙去搀扶沈文 沈文好不容易再站直了 呼呼喘气 心里琢磨 老夫好歹也是汉林大学士 可是轻贵之躯 放弃帆只是坐得过了呀 过头了呀 年轻的汉林们运气则不太好 他们每人发了一把杀猪刀 然后看着一头大肥猪 就这么捆着发出嚎叫之声 这么大的猪 这猪是他们不曾见过的 比平常猪要肥上三四成 肉肚肚的 看着就吓人 于是这群汉林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很是不知所措 一边的方继帆在大叫着 沙呀 看他们脖子 放血 以免后退几步 躲得圆圆的 方继帆有点晕血 不过这也不妨碍 他继续扯开嗓子 那个谁 端的好盆子 待会放血的时候 那盆子接好了 来呀 快杀呀 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还等肉下锅呢 汉林们战战兢兢的 一个个想哭 他们都知道方继帆底细的 自保护得罪方继帆 换作是其他人 早就丢了一具 君子语言刨厨 转身走了 可这位新剑伯 身份有些特殊 据说脾气不太好 他们就这样傻站着 梁九 同样在旁的王守仁受不了 很干脆 从一个汉林手里 抢过一把杀猪刀 随即上前扑的一声 直接割断肥猪大动脉 鲜血倾盆而下 落入盆里 手法鲜熟 一滴血都没建设 在王守仁的身上 如刨钉解牛一般 接着 杀猪刀又塞回到 那汉林手里 转眼一看 王守仁又安安分分 站到一旁 脸上如常 一旁的唐银 给他递了一块汉金 擦了擦手 说 好了 把内脏请一请 方济帆虽然站得远 可王守仁动作太快 随着杀猪一声嚎叫 方济帆眼神还没躲开 顿时头有些晕晕的 太残忍了 他连忙背过身去 不敢再看 方济帆不免在心中吐槽 这家伙 杀猪之前 要不打一声招呼 其他的汉林们 都吓尿了 王边修是他们的同僚 平时看着他 虽然古怪 可也还算是好相处的 何况他的父亲 乃是邵瞻王华 在汉林院里 很有人脉 因而有不少汉林 都愿意和王守仁相处 只是 此时大家才突然意识到 王守仁竟还有如此恐怖的一面 更可怕的是 人家杀完猪之后 面色若长 谁家伙 有人领着张皇后和朱秀荣 去了一处种植梅子的暖棚里面 此时张皇后踩着梅子 额上已渗出汗珠来 朱秀荣只夸着蓝 跟在母后的身后 张皇后不允许她采采 这令朱秀荣有些沮丧 今日 张皇后的精气神格外的好 她这暖棚里只有母女二人 门口有宦官把风 张皇后的样子显得很有兴致 边摘梅子边说 当初母后还没入宫 偶尝也会摘院子里面的果子吃 不过咱们北方却没有梅子 瞧瞧 这梅子很甜的 母后那时可不是大户人家 你的外大妇 只是一个寻常的举人 家里是有几百亩地的 可是日子比今日是差得远了 那时候母后还未出阁 不要吃 还没洗 张皇后说到一半 回头看到朱秀荣 见篮子里梅子吃 张皇后便醋梅 不洗干净你也吃啊 母后没出阁的时候 也不算你这般 很甜 朱秀荣喜滋滋地说 这儿真的好啊 真愿一辈子在这里 胡说 张皇后斥责的 朱秀荣便乖乖地 不敢作声了 张皇后心便软了 说 那时候啊 她一面继续踩着梅子 一面絮絮叨叨地 继续说着 那时候母后记忆最深的 就是你外大妇 揍你两个舅舅 唉 说来你的性子像你的父皇 永远都是温文有礼 可是呢 却又自己的小心思 你的皇兄现在越看 镜子越像你那两个舅舅了 真是令人操心呢 朱秀荣便说 母后放心 方继帆会教她 做个好太子的 张皇后民嘴一笑 摇了摇头 难道你那皇兄身边有个伴 方继帆这孩子 本宫看着挺忠厚的 你看这西山 这是做正经事的人呢 经理的大多公子哥 都仗着祖阴 哪里肯做什么事情 各个就知道 非应走狗的 看着就叫人生严 张皇后随口说了两句 外头朱后照 却匆匆从外面进来 边走边叫着 母后母后 快看 前他手里提着一根 又粗又长的藕 浑身都是牛 他往朱秀荣身边凑过去 朱秀荣连忙 嫌弃的后退两步 怎么像泥猴子一般呢 张皇后不禁粗眉 你父皇见了 保准又要生气 这是儿臣在湖边挖来的 你跟藕有几斤重呢 这藕很可口的 那儿还有很多 母后要不要带上妹子 去看看呢 不去 朱秀荣嫌弃的看着他说 别挨着我和母后摘梅子 朱后照便紧绷着脸 你有脑机 我不和你计较 于是带着他的藕 样样的去寻 方济凡去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死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